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水务公司颁发的无收益水管理合约 自2019年起 该公司也已经两次通过公开招标 获得PAAB颁发的水管更换工程合约 因此新业同样研究认为 这一项新合约的执行风险是极低的 行家根据新合约上修 该公司静明两年7%和13%的盈利预测 同时2024年的盈利预测也调高2% 并估计联系控股在增加新的服务业务后 本财政银的净利增长会超过50% 不过考虑到水务业带来的自由现金流极低 行家并未改动目标价 维持在76线 评级依然是迈入 谢谢大家